Yoshi 日安,我是尼科基曼 在這霸權這個你死我活了一月裡,這部真的是個小情形 不少人應該被女主角的腿美暈 各種害羞、嬌喘、滿滿伏地讓人感覺xd 拼硬的 啊,我沒有xd 咳咳,硬 hier 因為這類的議題比較敏感我們就不做現實層面的深入討論來談談作品本身 不由於世俗的存儉方式我很喜歡 不管是哪一種女生,總是喜歡在害怕與絕望,被人保護 而相較於童年的男生,大樹擁有的是童年男生不會有的成熟 女生很容易被成熟男人的智慧和溫柔所吸引 需要使人能夠替你打風遮雨並為你指引方向 但男主角的設定真的是會飄出臭味 外表我怎麼突出的45歲大叔 而且女主角是未滿18歲的JK 是不是感覺拳頭好像有點硬硬的 別衝動了各位 這部比想像中還純情 就先來介紹一下主要劇情 女主角駒驚是一位田徑選手 前景光明 但有一天腳踝突然瘦得上開刀 被迫中斷訓練 傷勢不重的話運動員的傷通常附件一段時間就能夠再次活動 但事情發生在青春期這個心理狀態不穩定的時期 已經造成新的陰影 一直不願意正視問題 心情低落經獨自一人走了許久 天空也像嘲弄般下起了雨 剛好旁邊就有一間家庭餐廳便進去躲雨 而男主角就是這間家庭餐廳的店長 看到一個小女生感覺非常煩惱 於是變了小魔術讓客人開心 小小的鼓勵點亮了眼前的視線 脆弱時女生非常沒有抵抗力 容易被這細微貼心的舉動所感動 店長填補了近內心的空虛 開始了之間微妙的 稱不上是電情的關係 我很喜歡做著設定的店長 店長是一個沒有太大成就的中年男子 很像我們一般會在街頭遇到的那種爸爸的形象 雖然從學生時期開始就一直有在撰寫小說的習慣 卻始終沒有結果 甚至因此與妻子離婚 從此就一直直筆不前 沒有寫過完整的內容 但華雅年華女主角 在某個雨天出現在她生命中 不畏懼一切向她告白 並且一次又一次帶給她驚喜 感受到精英充滿青春能量的店長 慢慢地被這無味的女孩吸引 使她那刻早已沒有生命力的心再次跳動 要定義這份情感 以言語來述說反而顯得太過輕薄 即使如此 也想從這不安的痛苦中將她解救 即使 我覺得我沒有這樣子的資格 店長的自白裡說明她已經名戀上京 同時心裡明白這樣的戀情過於異常 所以作為一個長輩來說 必須將她導入正軌 才不會耽誤了女孩子的未來 當面對精英的直率 店長這麼說著 年輕 是一份狂傲的力量 即使如此 期間所經歷的情感 有交易日 會成為你不可取代的寶物 我認為 這是一種承受男人的體貼 在矛盾的情感下 從中萌生出罪惡感 使店長難以跨越那道牆 只能將那份愛畫作關心 不知不覺 兩個人都在默默地鼓勵對方 互相扶持 各自的夢想 我喜歡戀如雨指這個中文翻譯 他們之間的發展總是伴隨著雨聲出現 戀情就像是雨後的彩虹一般 是那麼可貴 卻又談話一些 我認為 這段感情不一定需要結果 雨停了之後 就注定這條彩虹會慢慢消失 如果持續太久 這份關心就顯得世俗 不多不少 才顯得這份愛特別美麗 而促使我觀看這部作品的動機 確實一開始是因為EMU 以往由EMU演唱主題曲的作品當中 每一部都是佳話 所以我就認定這部絕對有看頭 事情又再次證明真的很棒 每當一集結束時 伊莉音樂出來就會有股醉青刺痛感 上一次有這種感覺 是我之前曾經介紹過的《下雪蜜蜜》 我也是非常推薦 順帶一提 這部也要出真正版電影了 主演是小松菜奈 這選角選得真好 小松菜奈的演示點跟新的形象很符合 以上都只是我個人潛見 如果希望我多獎這類型的作品 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非常感謝各位聽到最後 這次就先到這邊囉 下次再見 拜拜